上午八点多白色休旅车 开着开着突然往右偏 撞上派出所前的警车 瞬间休旅车失去重心 右前轮还往前路 整辆车骑上警车 卡在警车引擎盖上 力道之大 连路边的变电箱 都被撞到大力晃了一下 当时后方有两部机车 也差点被波及 发生追撞 施发后女驾驶急忙下车 抛到派出所自首 事发在台中被吞入 警方调查肇事的51岁夫人 凌晨三点才刚从曼谷 飞回台湾 一早送孩子去上学 疑似精神不济才会自撞 他是说他只是一时的疏忽 然后想事情 最后警方出送脱掉车 将警车往后脱离 休旅车才总算回到平地 虽然轮胎车身都受损 但幸好无人伤亡 真是惊险 记者韩志信徐文 王世函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